對不起請容我這麼說 我覺得過程之中有很多的疏失 看完驗室報告的這一刻 律師痛批警方搜證有疏失 因為五一高中深案 遲遲沒有突破性進展 下性嫌疑人的爸爸媽媽 爸爸的女朋友 他的哥哥都進去過現場 但我想在現場完全沒有封鎖 沒有做保全的情況之下 他下午四點再進去做監視 這個意義我只能說我打一個問號 不願放棄任何線索 律師馬不停蹄拜訪立委莊敬成 希望能夠尋求更多協助 同時罰一高大臣再提出另一種大膽假設 即使中檢已經在新聞稿裡強調 檢驗出上千種讀物樣本 結果都是未檢出 但高大臣大膽推測 綠化甲可能成為致命關鍵 讀物科專家也間接證實這個說法 醫師說其實綠化甲用途很多 除了可以治療低血甲症 還有長期臥床造成的周期性四肢麻痺 在國外執行死刑或是安樂死 也是綠化甲的使用範圍 不過按照國內現行法規屬於醫院內的管制藥物 換句話說檢警不排除涉案的下信代書一家身邊有醫事背景的人員暗中幫忙 夏先生 實際早上下信一家對方人不願表態 案發超過一個月賴性高中生身上右手的不明針口還尚未釐清 律師都將劇狀申請檢方再次啟動調查 畢竟錯失掉的重要證物也可能是拼湊出死亡真相的最後關鍵 靜新文綜合報導 大載靜新文APP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靜好新聞